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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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杨磊 谢谢 来 这位女孩 这是个男孩 男孩 男孩 王慧来 欢迎 大家好 我是王慧来 我也是名影视演员 非常喜欢郭老师相声 业余的时间我也想学习相声 那郭老师又不愿意使我为徒呢 其实学费太贵 不要钱 那你看现在云 那赶紧拜师吧不要钱 也不要人 那你叫王云来 好好演戏 行行出壮 最好 来 这边有女孩 最后欢迎到的是杨阳 杨阳 郭老师好 然后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刚拍完一个戏 叫做英雄吉红昌 然后呢 我之前也拍过 大明暗茶室 饰演过女普快 武器 侠女 对 武功的 你们打戏都这么打了是吗 他还是武功的 好好欢迎你 欢迎啊 今天这五位颜值都很高 都是我们影视界的护起之秀 这一期呢 其实是给大家送福利的 据传说 现在社会上 大龄胜女是越来越多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吗 这个有胜男没有胜女 这男的最后能胜下 这女的未必能胜下 结果 但现在不一样了 就是 怎么突然间女的 包括慧玲 这么优秀 这么好的条件 对 你跟我讲一讲 为什么你这么优秀的女孩 到现在你还沦落到做节目为生啊 对 你说你到底在等谁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客观的来分析一下呢 就是 你知道现在对于独立女性来说 嗯 结婚太辛苦了 你想想 如果你不结婚呢 我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 把自己照顾好了 我要是一结婚吧 我除了自己挣钱给自己花 我还得照顾我们家的老公 孩子 还有公公婆婆 然后呢 生了孩子呢 身材还会走样 还会影响事业 总之总之你就发现这结婚特别不合作 当然 当然 这重要的原因就没碰到像孤儿子这么帅的 嗯嗯嗯嗯 对吧 这句话是重点 万兄你今天还碰到了她 不是 不是 我是想说 很多人 就是是女啊 就是一等女生 是 就是事业也好 形象也好 对 因为他们都说一等男人找二等女生 嗯 二等男人找三等女生 三等男人找四等女生 结果就把我们这种特等也剩下了 实际上来四等男生和一等女生 都不愿意将就 四男生觉得高攀不起 就是说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男神 我就没遇到 遇到我就假了 那挺好 你要愿意的话 今天这期节目为你而做 真的 我们就聊一聊男神好不好 太好了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甘肃卫视大型综艺意志节目 大国文化本栏目是由康佳集团特约的主播出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英雄本色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说到男神 对 刚刚认为什么样的男人是男神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男神的定义 有很多个子高的 嗯 有长得帅的 嗯 然后有安全感的 那个都out了 有神秘感的 现在流行的男神就是叫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你说的是我吗 我穿衣衣显瘦 说法了 说法了 你说穿衣 你是穿衣有肉 显得像野兽 穿衣野兽是吗 这句词我还头一回听说 对对对 这个男人既要卖得了萌 然后又要耍得了帅 更重要的就是身材看起来特别的好 问问双双 你心目中的男神 男神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男神就是 有冷有热那种 有的时候他要酷酷的 特别让我觉得 有冷有热容易做到 外户趁衣皮好再趁衣裤衫就是了 然后呢 有的是当然要特别体贴 特别关心 知冷知热 对对对对 你给我讲一讲 你心中的男神 原来 我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仰视的 特别有智慧 就是个高的 也不是 郭老师没戏了 就是这样的 具足智慧的 我每天都是这样仰视郭老师的 平身平身 别耽误他夸我来 接着说 然后就是我是觉得一定要有 就是人生的阅历啊经验啊 我觉得女孩子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过程 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他 又可以照顾他 我觉得更多的是思想和精神上 我喜欢我欣赏的男士 应该是那种运动型的 阳光型的 因为我觉得运动型的男生呢就是 他很健康很阳光 然后很热爱生活 就是白天在街上跑的人快递 对 这每个人这个要求不一样是吧 对 一般来说小女孩 你比如说十六七开始 一直到二十一二 这个年龄当中 还是比较喜欢帅一点的 帅哥 他不要求你人好啊 什么有没有能力啊 有没有才华 有没有智力啊 这并不重要 智力还需要 小孩就这样 22岁之前一般住这儿 再逐渐大一点 他自己心智成熟了呢 他可能逐渐就会考虑到 我适不适合跟他在一起 他好看 特别帅的小伙子 我喜欢他 我们街坊二姐也喜欢他 带一问够一万多人喜欢他 他喜欢三万多人 可能他不适合我啊 没有安全感 对 他得对我好 然后呢你过日子 你不能老帅啊 他到45了 天天的也不炒菜 不做饭 不看孩子 老跟屋里摆pose 你就可以打的不拉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还是按照年龄来走的 接着急慢慢来 对我还小 桂林要求颜值高的吗 我觉得也高一点吧 我给你找一个 貌似潘安才如送欲的 哎 貌似潘安言如送欲 这都知道吧 潘安很漂亮啊 然后一出去 全城的妇女儿 什么都出来看 哎 那时候也有粉丝 哎呦 太好看了 潘安呢 然后潘安这 往他那车里扔水果 啊 你不是送花吗 有 什么都有送花 有花 有水果 有青芥的 青柳的 对对对 还把自己扔里头的 那岂不是那个时候 啥活都不用干 出去走一圈就行了呗 对呀 就每天他出去 太大省事了 对呀 还有一叫宋玉的 听说他口才是特别好 特别聪明 他不光长得好看 口才也棒 当时有一个叫 曾土子的人 就跟王子去说 说这个宋玉啊 是一个好色之徒 就是 长得太漂亮了 如何如何的 宋玉去跟王子去反驳 说我跟他说的 不是一个人的 我是长得挺好看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 我们邻居的美女 特别爱看我 天天就趴在那墙头上看我 看了我三年了 我都没往心里去 说这告我黑壮的 这个曾土子啊 家里有个老婆 可丑了 丑得不能再丑了 他们俩人竟然有五个孩子 你说他是不是很好色 是人就行 这理论 就是这么丑 这么丑 还能喜欢 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说明了宋玉的口才 他容易这个 在辩解方面 有能的 第二个其实也说明 灯土子不嫌弃妻子 就是 还是挺从一而终的 所以你会遇到灯土子的 我还是希望长得帅的 有一个说法 我男的叫什么 那会儿学校叫什么 班草啊 校草 校草 对 现在形容哪个男性特帅 就是国民校草 接下来的题目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惠玲请出题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词 A A 两个女孩选 给我个道理 我觉得因为刚刚说到了 宋玉的故事 呃 我觉得这个 一出门就能 啥都能收 而且我觉得老 你是潘安 啊 真的啊 那我能 改出来吗 来不及了 啊 我心里想的是潘 潘潘 因为潘过马路的时候 你想要 又是送水果 又是送花 我想 线花啊 又送水果 是这个线花 有可能啊 说不定是通假字呢 是不是 哦 天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少数最少是三个人 标准答案 1 好 来我们要恭喜的是曲双双 还有思源以及王慧来客 加上10分 潘安做过河阳宪令 嗯 而且赛任期间的让百姓们种了好多桃树啊桃花什么的 嗯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和洋一切花 其实说的是潘安啊 啊 这个我想问一下慧玲 哎 譬如说面前摆着两个男孩 嗯 一个就是特别帅啊 一个是特别的壮 身体特别好啊 一文一武 你会挑哪一个 文和武啊 对啊 我觉得我会挑文的 为什么 现在有武功没什么用吧 有文才能挣钱啊 你不能这么说啊 谁说的啊 怎么了 对吧 这些舞打明星都是会武啊 对啊 但是他们也长得很帅的啊 郭老师说第一个帅 第二个那个也不是说不能看 对啊 哎 就是比较难看 第二个最起码长的是人呀 哦 文和武之间 你挑一个 对 因为我我偏文一些 其实好多女孩都喜欢武一些 嗯 你看这个 我说到这儿她点头来着啊 杨磊喜欢武的 喜欢武的吗 是 会武的人你知道吗 文的人弱不经风你知道吗 武的人会有肌肉你知道吗 保护她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舞的吧 在现代的话更有安全感 一些 为什么呢 你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啊 首先我觉得如果能武 能武的人肯定能打呀 对 那出去多有安全啊 你有多少仇人哪 哈哈哈 反正会武的人可以兼着会文 但单纯文的肯定没有舞 那我改了 我要选会舞的 真的吗 恭喜你就是她 哈哈哈 我又掉现情理了 会武的人 我们在武侠小说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 嗯 白衣如雪来曲如风 刀光见影的日子啊 嗯 你就放弃所有的红尘 跟她一起缘分擦下 浪迹天涯 你觉得感兴趣吗 我觉得挺好的 那我就通知会计把你这期的很有趣了 哈哈哈 别 我还是继续努力 今天现场也来了几位侠客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功夫好不好啊 好 掌声有请侠客 走 一 走 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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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就到猪八戒了 其实不是像你们想的光是一介五夫啊 很多这个英雄最后也能抱得美人归 所以说很多故事流传到今天 每次说起来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有一个叫做却平重选的故事 请问唐高祖李渊是通过哪种绝技在比武招亲中胜出的呢 A是射箭 B是武刀 C是耍枪 321请亮牌 哇 全选的A 恭喜你们全答对了 恭喜给全场的五位嘉宾每人加上10分 唐高祖李渊的老婆呢就是斗士啊 家里边也是名门望族 因为这个姑娘长得太好看了 是啊 好多人都来要娶她 于是人家家里决定比武招亲 但不是小说里那样弄个擂台 大家上去打一打 不是的 太不文明 画了这么两只孔雀 谁能够用剑射中孔雀的眼睛 那么就选为东床快序 只有李渊 把这个两只孔雀眼睛都射中了 而且李渊没有其他的能力 他的 射箭是他的能力 所以说有一门特长非常的好 男神会武术看起来好帅 那如果说文武双全 那就更好了 那就天下无敌了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嘛 其实我想的只会武术吧 太粗鲁了 要是真有文武双全的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会心仪的 那就是绝对男神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李白 他其实就是文武双全 五十八道 真的呀 诗 写的那个好 诗仙 九仙 是 对吧 剑仙 而且他还有一把铁仙 铁仙 铁仙是常语的 诸义的 诸书造林的时候用的是 我们有资料记载 他从少年开始学见 还专门到山东拜了大堂 第一剑课 去学剑课 过去说这个最厉害的就是 下马 上马鸡狂狐 下马草鹿布 也有人说就是叫做草军书 军书和鹿布是一回事 那么如果真有这样的男神 那就了不得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文武兼备的了不起的人物 文灵请出题 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 请问以下哪一位历史人物不是文武兼备 A 令向如 B 孔子 C 亲戚及 3 2 1 请作答 A A A B 只有一个选B的 因为我是只有我一人 说明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先说说吧 为什么选B 孔子 因为听说过孔子的文学上的 文化上的这些成就 我没有听过他会武功的事 就一般介绍就是思想家 教育家 很少介绍军事家 好 他们几位选的都是A是吧 令向如 对 双双 因为令向如 他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 就是连坡令向如 就是一文一武吗 当时我记得是 然后兴契级呢 他是一个著名的词人 但是他写的很多词 都是有关于在外啊 边疆 这个沙场上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文武兼备的 然后孔子 我好像是记得我曾经 因为我是山东人 我记得我曾经 就是听说我孔子也是有这方面的造诣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令向如 排除法 排除法啊 吕氏春秋里记载 孔子曾经徒手打开过城门 就力大无穷 很厉害啊 就一个人徒手就把城门给推开了 很厉害 而且刚才他说的新契级 他也是南宋的著名将领 对 22岁的时候参加过起义军 他带着50多人打败过几万人 所以说这是文武双全 有记载 只有令向如 我们没有任何记载找到他会武术 所以说只有令向如同学 不是文武兼备 恭喜你们四位答对了 加分 好 我们要给场上的双双 思源 杨磊 还有惠来 加上十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数 最低的是谁啊 杨阳 现在是十分 而且他一点都不骄傲 太低点了 他是打女 他会武功 真的打你 打女 现在我们到了送分的环节了 我们请分数最高的这位同学到台前来 来 杨阳 给你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金木水火土你喜欢哪一个 木 木啊 来看一下 看看木对音的题目 说出五个形容男子有才华的成语 这个比较简单 简单了 金木水火土就这题最容易 对啊 来吧 才华横溢 有 出口成章 也算了 可以 可以 口若悬河 也可以 口若悬河 这个有点牵强 但是也是碎嘴的 对能说 算一个算一个 你要形容坏人口若悬河跟这说说也对 啊 来再说 因为他财特别高 对啊 财高八抖 走 划我了 这个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德才兼备之类的 德才兼备 哎呀 他自己想出来的 哎呀 他好聪明 那么聪明啊 还有什么什么弱驴 大智弱鱼 行吗 我们这份送了吗 点点墙吧 好吧 恭喜你答对了 谢谢 恭喜杨阳 加十分 我想问一下刚刚 男神都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没有我 我这是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这事他怎么知道 我们今天探讨男神探讨半天 我们必须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对 对吧 那么多男神现在大量的出现 像我这种为什么不能成为男神呢 所以我想问问到底如何修炼 可以让自己成为男神 长刚 你有点太要强了 我觉得男神不仅是指的是外表的 还有一种内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 内 你说的这就是外表不行才会谈到气质 是吗 真正外表只要好站在那 无知少女会乌殃乌殃上来的 对吧 一个上当之后 有会接着接着连三扑上来的 你说这怎么这么像三对片的 我们想问一下几位嘉宾 你们认为男神是怎么修炼 看出来的 譬如说男神有什么气质 或者特点 我觉得一定要大眼睛 大眼睛 在韩国县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要大窗户 只是对眼睛有要求吗 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声音一定要特别的性感 一定会 就是非常有磁性 就是一说话就能让你迷倒的那种 什么样的声音会让你觉得很有磁性 你说的是孙悟空 哈哈哈哈 拿手一直腰颈 倒 哈哈 当然想 腰颈 啊 我觉得声音 声音和眼睛很重要 对对对对 来 哎呀 你觉得呢 还没有要求 身高 一米几 一米九 为什么这么要求身高啊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你想他一米九 他领着你跟带着孩子买菜似的 好看吧 有这种身高差呀 他问你这是最萌身高差吗 不是现在有句这样的话吗 最萌身高差差30公分哪 而且最重要一点 你说是最近流行这个 过一年之后不流行了 你是把它封出去啊 还是把腿拉折了 腿拉折 算了吧 还是收着了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两点 我比较看重 一个是要需要爱运动 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要幽默 幽默 对 你有希望吧 但我不爱运动 你爱运动 可以了啊 他吃饭算运动吗 呃 勉强算必要运动 我吃饭的运动很大 哈哈哈哈 当然了 我们理会灵同学 其实还总结了几个 有关男神的特点 必备特征是吧 他说了有一点 我觉得特别对 他告诉我 男神一定要干净 是 爱干净 真的很重要 对 你知道吗 一个男神他的气质 比如说 我刚想说穿白衬衫 但你今天白衬衫 还 还 还可以啊 但真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穿白衬衫的 那我穿的怎么样 能嫁易得了白衬衫 穿的非常有型 并且干干净净的 真的那感觉很好 我们现在去换还来得及吗 我觉得 郭老师您穿什么都帅 真的呀 对 您是由内而外的 那种有才华的男生 他是说你由内而外的 就你外表也没什么 实在看不得了 是吧 好 那好歹还夸我了 我用你大清广众骂我 过去啊 其实还有很多男人啊 为了更好看一点啊 还化妆来着 真的啊 这个你们听过过吧 男人化妆 有啊 他的演员应该都是化的呀 听说过 我不是刘刚啊 我们也干主持人这么多年了 对 你喜欢化妆吗 我不太喜欢化妆 是因为妆面影响了 我本身的特质的散发 但是真的 你要这么要强 我们就玩不到一块去啊 其实刘刚刚的化不化妆 没什么区别 因为他化完以后 他就不停地出汗 然后妆就卸掉 我真的是 我喜欢化妆 但我更爱出汗 所以说 那个妆在我脸上 待不了十秒钟 他就很快就没有了 我在40岁之前 不管是拍戏 什么电影电视剧啊 什么做节目 我从来都不化妆 真的啊 真的啊 您对您太有自信了 那倒也不是 我觉得也就这样的话 我还不吃东西了 但是到我40岁的时候 就前年吧 然后突然间好多 前年吗 就是前年啊 前年 好多电视台 机器都换了高清是吧 拍得太清楚了 然后有一个小黑点 都能给你放了好大 而且同台的这个女主持 男主持 个个画得跟妖精似的 我要不画 我们 你是妖怪 然后我不画了 我是女神 跟他们站在一起 实在是不行 所以说勉强地打一点底 但是过去那些男人 可是不上电视他也化妆 我们查过好多颗料 化眼线 化水 脸上抹 曾经我看过一本书 就说有这么一位大臣 说面如敷粉 又脸白了都不行了 然后跟皇上一块吃饭 皇上就觉得 他化妆了 抹粉了 于是让他吃热汤饼 就吃那玩意就出汗 来一块 嗓汗 一块吃 皇上就为了看 他出汗什么样 结果这种呢 也真给力 刚刚刚坐着就吃 这汗的花花的 然后一边吃 一边拿袖子擦 皇上一看 这脸 原文是好像说 面如皎月 我说这个擦完之后 这脸更滋润了 就显得那么透亮 就像月亮那种 那个颜色似的 所以皇上知道 说这人没化妆 过去的男的 除了化妆之外 其实在衣服和配饰上 也有特别多的讲究 宗奇一点也就是 为了好看 你看多漂亮啊 挂的这个挂的那个 各种饰品是吧 好像古人 比我们现在人更嘚瑟 也不知道你们 对这些东西 了解不了解 如果了解的话 恭喜马上加分了 来 惠玲 请出题 现在呢 请大家来看 大屏幕上出现了 三幅图片 请问以下三种腰带 哪一种是从外邦传入的 A 连卸弹 B 是沟落弹 C 是浴板弹 有一个是从外邦传进来的 是的 三 二 一 请作答 现场 哇 杨磊只有你一个人选B哦 是吗 他们选不选A哦 好啊 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 恭喜你 谢谢 说来听听为什么 我觉得根据自己的判断吧 因为这个腰带 它也是有文化 当然我不能乱说 但我觉得第一个呢 它更像是那种武将的腰带 因为我觉得第一是皮质的 那个材质 它可能更适合武将来 佩戴他们的武器 那第三个 你刚刚说完 你不能乱说 你就跟着乱说 郭老师 你说 你说 他最受到别人这样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电影里面啊 电视剧里面看的也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大臣啊 或者是他们以前的那个官服啊 什么的都有点类似于这样 所以我选择了B 可是我们提看问的是 哪一个是从外邦传入的 那我觉得那肯定就因为 B我不想见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外面传入 他怎么放下来 您是选的什么 放弃了 只有他选的是B是吧 你选的是沟落袋是吧 他们选的都是 你真是跟他们见解不一样 沟落袋是起源于西州 到秦汉的时候 一直咱们用着来着 所以肯定不是外邦传来的 你B肯定错的 你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吗 我表示 我增长的知识 谢谢郭老师 好心态 这个玉板袋很漂亮 其实玉板袋简称叫玉袋 你到现在看京剧 戏曲里边端那个袋 其实就是玉板袋的化身 它是明朝的服饰 明朝的时候规定 满袍 离地要有两寸 包括您所讲的 离地两寸 包括这个袋 它是竖而不济 它是个装饰 里边怎么不是说寄死了没有 所以文武群臣老得这样 衍生到京剧舞台上 这个袋是跟过去的有关系的 我以为他们是怕胖 不用再换腰带了 后来这个拉扬车的还继承了他们这个姿势 这是明朝组朱元璋规定的 朱元璋这个袋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小窍门 怎么着 文武群臣看着他今天袋 如果这个袋在上面 今天朱元璋心情好 如果这袋在下面 要杀人 我知道了 在上面就这么一天吃得很好 在下面就认为没吃饱 我没问过他 有机会吧 说明那天没胃口心情不好 也就是说玉板带不是 它是明朝的 所以剩下来的只有我们的 只有我们的 那么 那就是 叶蟹 叶蟹带 赵武灵王 他是吸取了胡人的装束 所以说吸取了这个服饰 那么恭喜你们答对了吗 来我们要给场上除了杨磊之外的 其他四位各加上十分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场上为止呢 稍微落后的是杨磊 现在是二十分 所以得继续加油咯 好加油加油 这个真正的男神呢 其实来说挺麻烦的 怎么着 并不像青豆初开的少女花痴们想象的 只要腿长 只要长得漂亮就是男神 在过去来说不是这么简单 得有才华 云文云武 拿起笔来就能写字 说作诗就作诗 说画画就画画 而且一聊天一谈吐 国家大事什么都得知道 对而且讲究团队 因为你不是摆在那人参观的 你那种根本就不算是男神 最早的这种组合 应该是出自于中午 那就是了 内守的F4 竹林七弦呢 对对 竹林七弦是七弦 营州八怪啊 营州八怪只能是才能啊 长得未必多好看 不过过去来说这个提到才子就离不开音乐 是 那这个所有的才子 不琴 不琴哪 那个吉他呀 琴棋书法 唱琴哪 拉二胡算吗 拉二胡啊 扇子手绢啊 吃酒礼乐都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 能让文人默刻痴迷的音乐都有什么 好 我们请了一位高人士 是吧 对 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著名的 迪潇演奏家 爱红波和古琴演奏家 李循为我们带来 琴箇合奏 拿出有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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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叫古琴 它还有的名字也叫七贤琴 七贤琴 也叫姚琴 产生于福西时候 文武七贤琴 文武七贤琴 它原来是五根弦 后来又加了两根弦 文王武王各天理根 一个是疼儿子 一个是启兵伐咒 乙壮菌色 文武七贤琴 我特别以为就是不情之情 就是两位老师能不能各自秀一段 就是 那更好了呀 你想听哪一种类型的 想听什么风格的 欢快的 又伤的 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肖 肖没有特别欢快的说好了 就是开心一点的 然后我能假装是在弹琴配合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啊 太好了啊 我吹一首《这姑妃》吧 送公粮 好 行行 来 谢谢 谢谢 我姐谈的还行吗 很好啊 你坐着跟个妖孽似的 快起来吧 来 我们请秦老师来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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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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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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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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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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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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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